因为超商代收费一国两制 让行政院长吴敦义大为震怒 公路总局局长林志明因此丢了关 吴敦义说政府要为民服务 否则失民者亡 不过大家就想到了 说要调涨健保费的卫生署长杨志良呢 那么吴敦义今天也就松口了 他说如果健保可以挺得住就不涨 但是呢停不下去就得做调整 就为了被告以外现实 超商代收汽车燃料费要多付8块钱 公路总局长林志明丢了关 你原来有将近一万个超商在做服务 你要把它改成只有一千多个 在大马路上的邮局 脚钱是小事哦 停车是大事啊 你就还有同理心嘛 不满公路总局长林志明不懂民间疾苦 吴敦义要求交动物在第一时间成亲 当天定调手续费绝对不涨价 只是有人因为8块钱丢了关 逼得一度要涨健保费的卫生署 喊出了二分课证法 但这样的调整方案还是没有过吴敦义这一关 撑得住就不涨 撑不住就要涨 你不能坐任健保倒掉嘛 那到底健保要怎么调整 吴敦义定调 强调体恤民意 宿命经济下 一切都要以民意为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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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